鳳胎來了 台南北門是蚵仔的農民 跟一些已經可以收成的蚵仔 冠緊收收的 另外在台南七國的龍山宮 浪七四十七棟 最近準備要做一個 刷去住鳳胎 這次做一個花要三千萬 所以一些重要活動 只好先研究 有時候鳳胎大的蚵仔也是會瘦 大草蚵仔也會瘦 我們最怕就是瘦 鳳胎它就 它會幾乎掉蚵仔 如果漏蚵也會瘦 雖然當地是四蚵的地圓 牽不怕鳳胎的影響 但是就怕好太大影響成長 趕緊採收可以收成的蚵仔 宮峰一直吹 感染人員趕緊將外一邊的生蚵仔 從大廉面聽下來 他不用強風把他吹回去 他另外一邊 是打二十八歳館的蚵仔 馬國町採犯沒有打 台南七國龍山宮 連你來剛才沒人在準備 吹過四十七棟的第三處 建設的活動 但是剛才鳳胎來亂 因為鳳胎要來 很怕把這個大廉吹派 所以我們現在的措施 除了加強 還把一些所有方便比較大的 東西都會打掉 連我再吹時間 再安徵起來 不過最近中島的時段 建設的白樓 是不定將風吹十倒去 廟山宮這家的建設 有夠開了超過三千多萬 也還有重頭戲出國的活動 但是鳳胎來攝 把白樓吹十倒去 後來也只能等待鳳胎過後 才還準備新的 隨著鳳胎是要來過 台南七有夠適合晚上六點以後 上大陣風可以打到八氣到九氣 民眾就要小心來鳳胎 既然有真粉彈沒有的